在暑假的第一个周末金枫香公所举办金黄小米联合好物市集 在甜花新聚落行人提供区 有各式各样金枫香出产的浓热产品 红梨 咖啡 金黄小米 洛神干花 洛神汁 香黄 小米酒 手工灶 英油等 甚至还有添加红梨的各种口味点心酥饼 及限量限定的洛神啤酒 除了金枫好物农特产品联合展售 还有票选丰美食活动 选出金枫香内同版美食的店家 获选的店家在现场颁发奖金以资鼓励 参与票选民众可以抽现金八千元 连续周末六日的活动办理 在7号的下午由现场饶晋宁 抽出幸运得足足得八千元 抽出的名字展示在我们的直播镜头前 翻美食在金峰 有兴趣的饶晋宁饶县县长 也跟我们得奖的店家一张为我们颁奖 也谢谢金峰香公所 台东县金峰香提携香内优质的产业 也邀请南回另外三个香的业者 连结盐平香回香创业的七年 在台东市铁花青聚落行人徒步区举办金黄小米联合好物市集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金峰香的好玩 好吃 好物 好人情 现场活动打卡及网络票选丰美食的民众 请手机账号向活动服务台换取价值80元的市集商品兑换券 参加套选及市集活动的民众是络绎不绝 纷纷涌入铁花青聚落 更有几点就送新美礼品 让大人小孩都玩得好开心 全家大小一起逛市集 民众的笑容满满 收获也致满载而亏 我们要希望厢长多多利用我们铁花村 市集 因为这边集客率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铁花村市集 把金峰香的好物 好人好风情都能够介绍 给来到台东的朋友 金峰香香长奖真光 以安居乐业五星服务 以推动乡内产业为目标 聚集为乡内的业者 媒合各行销透露 并且利用各项活动来增加 乡内特色商品的曝光度 既由市集展售活动 协助乡内小农 销售农特产品与推广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以红金宝系列 那今天呢是以黄金小米为土 我们洛神花季的进行 即将在10月初开始 10月底 有一个射箭比赛 所有的洛神活动 那在这边呢 特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参与 同时分享我们金峰香的好沾 好水 还有好人 中原是好人 我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 来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台东县建府和金峰香工作机器 推动红金宝赞金峰活化计划 搭配特色民宿与农坊的游城体验 来带动金峰香整体的产业发展 透过红金宝 红梨 小米 洛神等部落农特产品 以及各式手工艺品 金峰香特色业者建立红金宝品台地下 要将金峰香优质的小农产品 以及好物呈现给大众 记者站大方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